開著要價近200萬元 野馬跑車逆向狂飆 在台南市區的23歲夜姓男子 來自桃園 而他在犯案前一天 竟然還揚言說 要對疫情指揮官陳時中開槍 在一具現實動態上 寫滿激動情緒刺眼十分驚恐 而他到案後 還沒有刪掉現實動態 繼續嗆瞎 卻安交由桃園警方 一孔合罪進行偵辦 8日上午8點40分左右 他二度逆向行駛在韓恩路 往民生路口 車後又闖紅燈跨越雙黃線 警方一車牌找人 9日下午5點通知他导案說明 今天該男子 他稱是行經我們台南這邊 要找有人 因為他要訓練自己的駕車技術 才有散訴的危險行為 虛偶研議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和公共危險等罪嫌韓送法辦 9日下午5點40分左右 省神話 9日下午5點40分 就像4位 除了 10日下午3點40分 2次